今天我们接着在纽约驾驶的2022年春期亚洲艺术周展 是这样一个非常精美的雍正时期的三彩大盘 我们来简单来聊聊怎么来心变它是否是雍正的 它美在哪里好在哪里 今天来一探究竟 我会用最直白的大盘的话 我们尽量退去那些传统的老派的那些艺术品上的术语 让尽可能多的人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 可以知道怎么样最直观的来看懂这种具有年份的精美的艺术品 当然了有的时候还会传承一些老前辈的术语和说法 但是尽量咱们用带的话最直白的表达 也许你从外都没有接触过瓷器 也许你只是初步认识 那么通过这一期你一定能对雍正的粉彩 包括粉彩色 有了一个非常直观的了解 而且通过这一期的讲述呢 听到最后你一定会收获满满的干活 让你从一个认识瓷器的小白 我们逐渐对这种精美的瓷器 会看懂一点甚至对它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 粉彩呢诞生于康熙时期的末期 然后快速的就进入到了雍正时期 在康熙末期以前 中国的瓷器都是以青花为主 康熙时期又展生了五彩三彩等等 我们之前在康熙那期英文版的视频当中 列举了康熙时期的非常典型的一些瓷器 有哪些门类 虽然粉彩诞生于康熙的末期 但是它绽放和达到粉彩 最精美的巅峰是在雍正时期 连他到儿子乾隆时期也不如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个时期的瓷器 或者是其他艺术品的精美程度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那一时期的皇帝的艺术神明品位 雍正皇帝呢 除了他非常勤奋 是一个工作狂 是一个职业皇帝以外 他对艺术品的要求 也是极高的 这些都源自于他极强的 高要求的审美能力 所以在那一时期呢 不管是宫廷御用的 还是民间民谣的 普遍来讲 都是艺术造诣是比较高的 尤其在民谣的精品上 和官谣瓷器上都是如此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大盘呢 非常之精美 它的色彩呢 非常丰富 口径大概有30多 不到40厘米 粉彩啊 简单来说就是加了粉彩 它不是只有粉色的菜 通过添加了一种材料 叫玻璃白 所以色彩呢 有了一种油浓变淡 油浅渐深的这样一个过渡 我们就可以看 这个盘子上的色彩 比在康熙时期那种五彩 三彩要有了极大的丰富 我们先从这两只小鹿看起 为什么要特意提一下 两只小鹿呢 就是因为它的绘画 神态是源自于康熙时期 康熙时期的鹿的绘画 就是这个样子的 用用潮延续了它的这种绘画 我们到了雍正的儿子 前龙时期 鹿的画法就不再是这样的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周边的花卉 这个花卉呢 沿这个树干呢 伸展的铺嘛 盘子的上部 我们看到它用的这种灰色 黑色揉杂在一起 也有这种深浅的过渡 可以讲是非常的用心 去绘画这样一个 大的精致的盘子了 那我们看到这种双石 还有草 也是用了不同的颜色 在韵染 我们一看到有浅绿色 中绿色 或者类似于一种淡蓝色 还有这种黑色的点缀 花色 让瓷器满而不乱 有了橙色感 色彩的丰富度 大大的提算 如果我们用一个字 来形容雍正时期的瓷器呢 简单来说就是精 换一个字美 俩字精美 这一点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所以既要跟它的前朝 父亲康熙皇记相比 又要跟它的后代 前龙相比 就更不用说晚清的词器 雍正时期的词器是非常 以精益求精 以精美组成的 OK 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它的人物 人物呢 是非常有讲话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侍女 整体上它的感觉 和康熙朝时期的侍女绘画 已经有了一些区别了 康熙朝的侍女呢 也有这种 我们叫鹅蛋脸也好 叫瓜子脸也好 也有这样的 但是呢 主要以大脸妈为主 等到了雍正朝时期的 这个女士的脸 就已经变得很清丽了 我们叫鹅蛋脸 或者叫瓜子脸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发际一小揪 头也小 发际也小 这个眼睛啊 已经和康熙时期的眼睛 有很大区别了 康熙时期的眼睛啊 是讲究一种神韵 这种神韵呢 就是起笔 微笔 一代一回 甚至有时候眼睛都不点 这个眼神 我们那个瞳孔啊 有时候不点 就带出来了 有时候会点一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雍正时期的这个人的眼睛 就算是很明显点缀出来的 鼻子啊 嘴啊 都更加清绿了 我们再看它的整个身材 躯体非常自然 不管是站立 是坐着 我们都能通过它这些褶 就自然 能看到人的身材 在里面藏着 而很多的 后来的房品 不管是清旺明初的也好 还是近现代的也好 让你看得很 违反常态 或者是不那么自然 或者看得很不舒服 再留意的是这个顺利的手 不用是坐着的手 还是站着的手 是很自然的手 很纤细的手 这种方法呢 在科学时期 其实就已经有了 工作时期一直进去 你再来看一下 顺利的裙脉 和它的肩袖 都有额外的 不同于其他 整体色画的 一些单独的小块 比如说这个领子 就用了黑色 还有一些刮袖啊 刺袖啊 让它这个手画 那个领子 折出来的 也有不同的颜色 这种颜色你看我们可以 算都是浅绿色 或者是浅蓝色 这儿又有蓝色 这儿都颜色 都是有差异的 然后再看看呢 裙板也是有这种刺绣 这也一样 有黑色的 这儿有蓝色的 甚至我们能够在这蓝色当中 还看到一丝丝银色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种顶级的大盘 是进攻细作 不太这么精美的盘子呢 很可能就是 统一个大颜色 红色 蓝色 黄色 不需要这些 特别修饰 所以有了这些修饰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盘子呢 是更上了一个层级 好了 那么人物呢 我们从开脸 到它的发际 到手 到它的身材 整个神态 还有它的衣服的色彩 以及精致的化工 这一片我们都讲了 整个呢 从动物啊 植物啊 人物啊 我们都有讲到了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盘子的正面 还有什么呢 那就是它 这个非常满工的 开窗和花卉 这个开窗啊 以前我讲过 也叫开光 大家俗称就开光 还是这种小的窗口 大的窗口 那么这个 我们可以看在花卉上呢 也是很有用心的 因为花卉的点缀 用了非常 非常多的色彩 我们可以看到 粉色 绿色 黄色 橘红色 还有这种浅粉色 还有金色 整个这个盘子 运用大量的 不同的色彩 我说了啊 由于玻璃白的运用 在雍正时期呢 色彩就变得极度丰富了 有浅变深的 又能变淡的 就不再像康熙潮时期的 色彩那样单调 所以说在雍正时期以后 粉彩瓷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甚至说在雍正这短短的 13年之间 它是粉彩瓷的一个巅峰 完全在后世以后 粉彩瓷的发展 就可以有了 与青花瓷相对抗的这种能力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背面 瓷器啊 不论什么气形 都要一定要看它的背面 看什么呢 背面其实看三大点 一个是它的太幼 一个是它的修足 第三点呢 如果有款的 不要看块 那这个每一款 我们就看一下它的太幼 被幼稚的 非常的云镜 非常厚实的 略有点发青色 自己的修足呢 也依然延续了康熙时期的这些修足特点 这一点呢 而灰是天然的 不是后天的脏酒 是当时 逍遥时期就带上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四周 还有四朵繁蜂的花朵 还要进行那些简单的装饰 好了 那么这一期呢 我就给大家讲 非常松俗的一切 内容非常充实 相信大家都有很大的收获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和关注 也别忘了点击小铃铛 适合关注我们的视频通信 希望你能喜欢我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好了 那这期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 by bwd6 by bwd6